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制造业活动 根据最新的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在五月份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从上个月的51.4上升到51.7 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这一增长主要由生产和新订单的增加所驱动 尤其是在小型企业中 然而官方的PMI调查却显示制造业活动意外下降 这表明经济复苏在第二季度面临挑战 接下来是一则来自国际间谍战的新闻 中国指控英国的MI6招募了两名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作为间谍 并称这对夫妻被植入我们的队伍中 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间谍案件 并已经揭露了这对夫妻的身份 分别是王先生和他的妻子周女士 他们都在中国国家机构的敏感部门工作 这一指控是在中西方间谍指控相互频繁的背景下提出的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的新闻 日本警方正在追查在东京一座有争议的战争神社上喷涂厕所字样的嫌疑人 据报道 这次涂鸦事件似乎是对福岛核电站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水排放的抗疫行动 这座神社纪念的是日本的战争死难者 这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 亨特·拜登将于周一 在对现任美国总统儿子的第一次审判中 以枪支指控出庭 距离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 不到一周 美国司法部特别察官大卫·韦斯 于9月指控拜登在扣买枪支时谎称欺毒 总统的儿子承认 当他在2018年10月扣买科尔特眼睛黑色左轮手枪时 他正在与海洛因成瘾作斗争 这三项罪名的最高刑罚为25年监禁 尽管亨特·拜登之前没有犯罪记录 而且实际刑期往往低于最高刑期 他去年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 这次审判将为美国大选活动增加新的波动性 美国大选已经因特朗普上周的重罪定罪而动摇 民主党人周日指出 拜登将面临在纽约封口费审判中 认定特朗普有罪的司法系统 当然亨特·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一样 有权接受无罪推定和同行陪审团的审判 众议院最高民主党人哈吉姆·杰弗里斯 在NBC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 这个司法部将以这种方式进行 提出事实和法律 然后我们都必须等待陪审团 对亨特·拜登有罪或无罪作出决定 众议院共和党人六个月前投票决定启动弹劾调查 调查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是否从亨特的商业交易中不当受益 调查已经失败 没有迹象表明众议院将投票指控拜登犯有任何罪行 共和党人指出 亨特的枪支和税收指控 因为特朗普面临四起刑事案件和一项民事欺诈判决 威胁到他在纽约的业务 这位前总统否认有不当行为 并承诺对曼哈顿的定罪提出上诉 该定罪是伪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2016年大选前向色情明星支付的封口费 我们已经集中精力进行这个虚假的审判六个星期了 不谈论亨特拜登在做什么 不谈论他即将到来的审判 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卡里·莱克在福克斯上说 他们希望我们分心 去年联邦检察官宣布亨特拜登已同意 对两项故意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轻罪指控认罪 并就枪支指控达成审前转移协定 特拉华州的一名联邦法官 对检察官与拜登之间的认罪协议条款提出了质疑 该协定后来破裂了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随后任命特朗普任命的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 韦斯为特别检察官 负责监督涉及总统儿子的案件 起诉书增加了两项新的但相关的罪名 韦斯随后在加州分别指控拜登犯有九项联邦税务违法行为 包括逃税 他定于九月就该案受审 环球邮报报道 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在五月份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最快增长 主要得益于生产和新订单的增加 尤其是在小型企业方面 根据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 财新标普全球制造业PMI 从四月份的51.4 上升至五月份的51.7 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51.5 这一增长标志着自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在第二季度仍面临挑战 尤其是出口订单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为了应对国内需求疲软和房地产危机 中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 并注入资金支持高科技制造业 然而尽管有这些政策支持 企业和员工尚未完全感受到其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4.6%上调至5% 但仍低于此前的5.2% 评级机构目的也将其2024年中国增长预测 从4.0%上调至4.5% 《独立报》报道 北京指责英国军情六处招募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作为间谍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称 已经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件 揭露了两名被英国方面安插在中国内部的内鬼 这两名嫌疑人分别为姓王的男子及其妻子周某 他们都在中国的一个敏感部门工作 声明称MI6在2015年王某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对其进行培养 利用其经济上的脆弱性最终说服他和他的妻子为英国政府工作 据称王某接受了MI6的间谍培训 并按照指示返回中国收集情报 英国间谍机构随后施压王某说服其妻子参与间谍活动 承诺双倍报仇 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多伦多星报报道 日本警方正在搜寻在东京一个有争议的战争神社喷涂涂鸦的嫌疑人 这一神社纪念日本的战争死者 据报道 这次涂鸦事件是为了抗议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放到海洋中 周六早晨 有人发现静国神社入口处的一根石柱上被喷上了红色的厕所字样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一名自称铁头的男子批评了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 然后在另一段夜间拍摄的视频中 他似乎在石柱上小便 并用喷漆写下厕所字样 东京警方正在调查两名嫌疑人 其中一人出现在视频中 另一人负责拍摄视频 据日本媒体报道 警方认为事件发生在周五晚上神社关闭后 嫌疑人可能已经离开日本 警方拒绝确认这些报道 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 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和渔业团体的反对 金国神社应供奉约250万名日本战争死者 包括被判定为战争罪犯的人物 常常引发中韩等国的抗议 中国指控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一对在中国中央政府工作的夫妇进行间谍活动 国家安全部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消息称 英国情报人员说服了一名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核心机密角色的男子王某及其妻子周某叛逃 经过仔细调查 国家安全机关揭露了一起重大间谍案件 英国秘密情报局测访了中央国家机关志愿王某和周某 该部表示 英国间谍在王某2015年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他 通过安排晚宴和旅行 了解他的性格弱点 兴趣和需求 发现他对金钱有强烈欲望后 向他提供高薪咨询服务 涉及中央国家机关的内部运作 MI6人员随后向王某透露身份 并指示他返回中国收集情报 同时说服他迫使周某也参与 国家安全部表示 以收集证据并采取果断措施 对王某进行处理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Yahoo英国著名滑板和街头服饰品牌Palace 再次与Rebok合作推出夏季胶囊系列 其中包括Rebok的两款标志性款式 Instapump Fury和Club C 这次以时尚的米白色重新设计 配合这一发布 Palace制作了一部电影预告片 突出Instapump Fury 作为Palace Pictures和Rebok Entertainment Studios的一部讽刺心理动作片的一部分 预计在2034年上映 电影由Palace Wayward Boys Choir滑板棒的创始成员 Stuart Hammond编写和导演 主演是曾在第一部Palace写广告中出现的 Palace滑板队成员Tori Goodall 根据Fade On在2022年出版的Palace产品描述 精选档案一书 Palace和Rebok的首次合作是于2013年 最新的Palace x Reebok 膠囊系列将于6月7日 在欧洲和美国的实体店和网上推出 次日在日本和中国推出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和沙特阿拉伯的监管机构 将探讨交叉上市交易所交易基金 和促进双向资金流动的途径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表示正在考虑与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 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 此前SFC首席执行官梁凤怡 和执行董事蔡景霞 上周访问了利亚德和阿布扎比 梁凤怡表示 期待与沙特阿拉伊、博和阿联酋的监管对手 和利益相关方 加强区域市场的互联互通 并探讨香港在连接中国内地 与这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的 双向资本流动中的作用 SFC和CMA还讨论了在金融服务方面 加强合作和推动ETF交叉上市的措施 一个追踪香港恒生指数的ETF 正在筹备中 一旦准备就绪 将在利亚德的Tadawool交易所上市 使中以东投资者能够接触到 中国和香港市场 此前 CSOP沙特阿拉伯ETF 已于11月在香港上市 追踪包括全球最大公司 沙特阿美在内的56只中东股票 自上市以来上涨了4.6% 这些ETF和一系列金融合作 是在香港特首李家超 于2023年2月访问海湾国家之后进行的 紧随其后 香港交易所和Tadawool 同意在金融科技 即交叉上市和环境 可持续性及治理 披露标准方面合作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于伟文自去年以来 也多次率银行代表团访问中东 其中一次 与萨特中央银行达成协议 梁凤仪和蔡锦霞 在最近的访问中 还会见了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监管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Emmanuel Givaneckis 讨论了在资产管理方面 扩大合作的方式 SFC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指南 介绍ADGM 解释香港基金如何通过基金护照机制 向阿联酋投资者提供 环球邮报报道 Stifle分析师Marlandry认为 BRP公司下调2025财年 每股收益 指导可能只是短期噪音 并模糊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 尽管BRP的第一季度 每股收益符合预期 但公司将全年预测下调了16% 反映出在经销商处 进一步减少库存的主动决定 Landry指出 库存减少的主要部分预计 将在2025财年第二季度完成 导致该季度收入同比下降超过30% EB2DA同比下降60% 尽管FY25年将充满挑战 但假设宏观经济环境没有进一步恶化 FY26年应会看到强劲的盈利复苏 Landry维持对BRP股票的买入评级 并将目标价格从112美元下调至106美元 认为其盈利能力应支持更高的股价 《环球邮报》报道 国家银行金融分析师Dan Payne 将Ennerflex T的评级 从跑银大盘下调至行业表现 认为其在油田服务提供商中的排名 与同行持平 Payne指出 公司在与Exteran合并后的整合过程中 表现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导致市场信心受损 短期内难以恢复 尽管公司继续瞄准通过稳定性验证其回报 但需要多个季度的持续稳定回报 才能重新建立市场信心 尽管如此 长期来看 Ennerflex有望通过其能源基础社 适合售后市场服务业务单元的稳定收入验证 其改进的风险回报比例 Payne将Ennerflex的目标价格从10美元下调至9美元 认为其机会仍然是长期性的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敦促南海周边国家警惕美国的地缘政治资历 以保持地区稳定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是对菲律宾总统菲迪南德马克思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言论的回应 马克思指责在争议水域中的非法胁迫、侵略和欺骗行为 显然指的是北京 中国外交部表示 菲律宾是近期南海局势升级的唯一责任方 并批评美国在支持菲律宾方面的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愿继续与东盟国家合作、管理分歧、深化海上合作 马克思在讲话中强调了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 并提到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 该裁决驳驳回了北京对南海的领土主张 中国认为这一裁决是非法的 并坚称其领土主权和海上权益 不受裁决影响 US 报道 中医院共和党人计划在周一的听证会上 质问安东尼·福奇博士 继续审查他对COVID-19疫情的回应 并探讨病毒起源的理论 在听证会前 共和党人要求访问福奇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和手机记录 声称他们获得的信息质疑这位前国家传染病专家 是否试图隐瞒某些记录 福奇此前宣称自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并资源出席听证会 这将是他自2022年底 离开联邦政府后首次公开作证 共和党人在大选周期中继续对福奇的疫情应对措施提出质疑 包括口罩令、疫苗指南和病毒起源等问题 共和党人还指控福奇的助手代为莫伦斯使用私人邮件账户 来规避信息自由法 并向病毒研究组织EcoHealth Alliance的总裁彼得·达扎克 发送官方政府文件 众议院特别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控EcoHealth Alliance在武汉进行功能增益研究时未得到适当监督 并违反了其数百万美元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多项规定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随后暂停了对该组织的美国资助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卡米金、杜玛格特和科隆现在是前往菲律宾的潜水者的热门选择 但旧时的最爱 明多落岛的普埃尔托加莱拉 凭借其清澈的水域和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普埃尔托加莱拉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从红树林到珊瑚礁 1977年被列入菲律宾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 由于靠近马尼拉 这里成为菲律宾最早专门为潜水旅游开发的目的地之一 游客数量、激增主要是因为从马尼拉乘坐两小时的小巴到巴达宴 再乘坐30分钟的水上出租车即可到达普埃尔托加莱拉 第一天的潜水之旅包括猴子海滩、沉船点和拉古纳 每次都能看到奇异而美丽的生物 第二天因天气恶劣 坐着前往Mengjan村 参观了Raya Mengjan人的传统家园和手工艺中心 最后一天,坐着前往Verdadal 体验了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区域之一 看到各种色彩斑囊的海洋生物 令坐着赞叹不已 华盛顿邮报报道 尽管近年来美国文化在中国失去了吸引力 但赞美文化却在一些圈子里逐渐兴起 中国各地正在形成一些团体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以寻求和提供赞美和鼓励 甚至是从完全陌生的人那里获得 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常见 但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却完全陌生 因为在这些地方,谦虚被视为一种美德 上海的时尚和旅游博主Chloe Shang在2016年访问纽约时 因穿着红色外套而受到陌生人的赞美 深受感动 回到中国后 她致力于在自己的店铺和艺术空间中 营造自发的感觉良好时刻 中国的年轻一代 逐渐接受这种西化的文化影响 甚至在学校中 老师们也开始通过赞美来激励学生 在线上平台和线下活动中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道 赞美文化中 尝试通过这种方式 创造一个更具同情心和善意的社会环境 《华盛顿邮报》报道 墨西哥将迎来首位女性总统 克劳迪亚·谢恩鲍姆姆在周日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得票率高达58%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正上演着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选举前的激烈对峙 共和党准备利用其立法和调查权力 为前总统特朗普辩护 后者上周被判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 而民主党则将重点放在女性 升职权力上 特别是在罗伊素韦德案被推翻后 这一议题在郊区女性选民中尤为重要 国会在未来几个月没有紧急事务 并失去胎儿的中国女子王暖暖 许多网友感动不已 纷纷祝福她 她的丈夫于去年被泰国法院判处 33年零4个月监禁 王暖暖表示 她现在对男性有本能的恐惧 但她将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母亲 微报报道 工党议员法伊扎沙欣因一条 关于她在党内遭遇伊斯兰恐惧症的推文 被取消竞选资格 引发了关于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讨论 沙欣在接受新闻之夜采访时 显得非常震惊 她在竞选过程中被通知不能继续参选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工党对白人男性议员的错误往往宽容许多 例如达伦·罗德·威尔和尼尔·科伊尔 他们在发表种族主义和反游言论后 依然被允许继续参选 工党虽然宣称在种族问题上有所进步 但其对待少数族裔女性的态度 却暴露了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杀星的遭遇再次显示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在英国政坛的深层次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楼 最高的消费